大家好,我是崔医生,今天再来给大家聊一聊有关痛风的问题 主要针对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几大常见的痛风患者 饮食习惯上存在的几点误区,帮助大家了解一下 第一呢,就是在饮食上大家都知道 痛风患者是绝对不能吃火锅,喝啤酒,吃海鲜的 但生活中一些人实在是酒瘾太大 就问我说,既然不能喝啤酒,那么白酒、红酒总可以少喝点吧 这个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也是不可以的 因为这些都含有酒精,而酒精都会注尸生热,干扰尿酸的代谢 所以说,不管是白酒、啤酒、红酒都不能喝 第二点,还有些人问呢,那既然不能喝酒类,喝点饮料、果汁、甜品还是可以的吧 那这个告诉大家,也是不能喝的 因为这些甜的饮料里面含有很多的果糖 而果糖的性是比较粘腻的 所以对尿酸的代谢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不建议大家饮用 第三点,那讲到这里呢 有些人就会说,啤酒不能喝,饮料不能喝 那喝点茶总是可以吧 那这个问题呢,如果你所表达的是喝浓茶一类的饮品 也是不建议喝的 有很多人可能会认为喝茶能够降尿酸 因为茶水是碱性的,能够和尿酸中和一些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喝茶还不如多喝一些普通的白开水 既便宜又可以稀释掉血里面的尿酸 大家要知道 第四点 就是常常临床上见到一些痛风的患者 都是发病时时代疼痛难忍才到医院治疗 平时呢,明明已经检查出体内尿酸高了 但是却不管不问 甚至都不知道需要去降尿酸治疗 这一点一定要引起大家的注意 一般来说呢,只要尿酸高于500次 或者是高于480 并且合并有其他一些基础疾病 身体已经出现有明显不适情况 就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通过控制饮食 甚至是药物治疗 降低尿酸 如果只是痛风发作的时候才去控制 就已经太晚了 那以上常见的关于痛风的误区 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 再有就是呢 之前也已经有视频给大家分享过 有关于痛风的发作机制 其实就是体内的风寒湿 齐聚所产生的一个产物 而尼海夏老师调理痛风的基础方 也常常就是用干草父子汤 里面的桂枝主要是驱风 把风去掉 白竹负责去湿除湿 泡腹子则主要是负责去寒 这样非常全面的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由此呢 再提醒大家一下 都知道常吃海鲜会容易诱发痛风 或者是痛风患者是根本就不能吃海鲜的 或者动物内脏 等一些高飘领的食物 那其实严格意义上 如果从中央的角度来看 海鲜类食物都是寒食比较重的一类产品 所以不但是海鲜 但凡是有一些寒食性的食物都是不适合痛风人群的 因为寒食性的食物会使体内生寒生湿 从而成为痛风的隐患 一定程度上增大了痛风的患病概率 这个我们大家就是能够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 生活中只要注意 避风避寒避湿 把身体的抵抗率提高了 正气存内血不可干 那今天呢 就先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不懂 可以在视频下方评论留言 或者是私信问我 在闲暇时 我会给大家一些指导和帮助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觉得我讲的有用 还可以转发给身边更多的朋友 感谢大家的观看